嗨 我来了 又到了晚上的卸妆时间 今天的眼唇卸用这一瓶K口的 这个我之前没有用过 是我在某宝上面看到有打折所以买的 好像代购是70多块钱一瓶 但是我在旗舰店看的是99块钱两瓶 如果你们需要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 还有没有再打折 我粘了眼镜以后实在是有点看不清镜头 所以我就先不粘隐形了 但是你们记得卸妆的时候一定要把眼线也择掉 卸妆产品用的是橘朵的这个卸妆油 这也是我一直觉得很好用的产品 有粉丝私信告诉我说他们刚才打折了 我就又回购了两瓶 这是一瓶新的 就在脸上涂开 然后乳化一下重掉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后续还是要用起面来的 今天的节眉用这一瓶 就之前我在韩带那边买东西送过一个这个的小样 我用了一下觉得还不错 植物的香气 这个味道我觉得很好闻 然后洗得特别干净 而且它很便宜 就这么大一瓶绝对算得上是平价节眉了 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一会我要用一个美容仪 所以我会先涂一下这一支眼霜 就是我最近在用的一个 它是照红光的一个面膜仪 后面有一个伤 这样戴在头上 每个开关按一下 我就是瞬五口 是不是超帅 这个频率是每周最多用五次 我觉得它比那种其他的照光美容仪的好处 就是它可以解放双手 像这样直接套在头上呢 你就可以该干嘛干嘛 就很爽 好那让我们跳到十分钟以后 然后红光的作用主要就是 促进皮肤的胶炎蛋白生成 就是有一种抗老的效果 每次十分钟这样子 我觉得还挺方便的 精华用这个LINDA的精华 看它的质地 然后推开狠水了 其实这个一般我都会在早上上妆前用的 但是用完刚才那个红光的美容仪 皮肤可能会觉得有点干燥 所以会用一个保湿型的精华 这瓶精华不管是它的保湿力度 使用感受 还是价位来讲 我都觉得还挺不错的 但是唯一一点让我不太满意的地方就是 我收到的这一瓶的标是歪的 看到了吗 最后一项就是涂一个面霜 这个MTM的是我前段时间 一直在测评的一块产品 现在已经被我用的要这么多了 大概三分之一的量吧 镇静肌肤跟修护的感觉 同系列我还有一个乳液 这个面霜我会在晚上用 然后乳液是在早上上妆之前用的 它是一个日本的牌子 最好你亲身到专柜去检测一下你的皮肤线有什么问题 然后那边会给你配合出相对应的护肤品 我觉得这种定制的模式还挺贵妇的 好了那今天晚上的护肤就到此结束了 我要去看中医啦 拜拜